在今年愚人节当天 小S主持的节目制作人B2 吴玉锦在网上发文大喊 我居然被小S骗了 愚人节快乐 他在近日接受访问时透露 愚人节那天小S突然提说 好累想请辞 因为那天B2正在满开会 等到小S讲完 他就开始哭闹该怎么办 小S就一直跟他说 就觉得很累 B2一开始还很认真地跟他讲道理 叫他要撑住 并表示可以先录完这一季 再看要不要休息三个月 B2后来打给监制开会讨论后续怎么办 结果隔了半小时 小S才穿语音讯息 祝他愚人节快乐 B2才恍然大悟自己被枕 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 对此记者也求证小S是否真有此事 小S则笑说大嘴巴爱他 变 而被问到是否也有枕 大S跟姐夫拒军夜 小S则表示不敢啦 实在有够有趣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